一间死气沉沉的精神病院突然来了一位捣乱 顿时就像灰太郎叼走了西洋洋 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更加的不正常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故事片飞越风人院 徐娘伴老蛋风韵游存的瑞秋是精神病院的护士长 这位大姐表面看上去挺和蔼可亲的 但却是一个心如铁石手段冷酷的女魔头 精神病院里的这些病人呢 必须严格遵守她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稍有反抗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麦克是一个屡教不改的惯犯 在监狱里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还多 为了逃避监狱里繁重的体力劳动 麦克假装自己得了精神病 被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测试和观察 麦克一进来就跟几位资深精神病人打得火热 一个正常人如果想装得像个真正的精神病人 并不是只是装疯卖傻那么简单 尤其是在专业医生的面前 为了搞清楚麦克到底有没有得精神病 主治医生把麦克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麦克的演技的确是不错呀 本着精神病人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得了精神病的原则 麦克失口否认自己有精神病 由于麦克脸上的表情过于的丰富 主治医生察言观色也没看出过所以然 虽然此时的麦克还没有受到闪灵的折磨 但医生觉得麦克还是有精神病人的潜质的 应该作为准精神病人再观察一段时间 护士长不仅冷酷无情而且还很八卦 尤其是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 他对胡子叔老婆出轨的事非常感兴趣 非让胡子叔说出其中的细节 不过这胡子叔说话有些云山雾爪的 说着说着就上升到了神学和哲学的高度 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能听明白怎么回事 一些不同病情的病友非常生气 指责胡子叔这完全是在忽悠人 尤其是眼镜叔情绪异常的激动 说话也语无伦子 完全搞不懂他究竟想表达什么 很快这帮人的情绪都失控了 场面一度非常的混乱 护士长发现麦克相当的冷静 完全区别于其他的病人 他根据从业几十年的经验判断 认为麦克很可能是在状况卖啥 自由活动的时候 麦克和印第安酋长成为了好朋友 虽然酋长一直在装聋作哑 从来不说一句话 但麦克却非常的有担心 在麦克来之前 所有的病人都很老实 没有人敢对护士长做出的事情吃反对意见 但麦克这个刺头一来 就开始指出护士长的问题了 护士长一看有人敢挑战自己的权威 便开始威胁麦克 如果麦克敢不老实 他就要使用非正常手段了 为了替病友们争取权利 麦克希望护士长能够把开例会的时间调整到晚上 这样大家就可以观看棒球比赛 对于这个思路清晰的家伙 护士长早又想好了 绝不能给麦克任何发挥的空间 因此他断然拒绝了麦克的提议 同时也向所有人表明 自己的权利是无可撼动的 经过这些天的生活 麦克认为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这些病人完全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做人的尊严和权利都被剥夺了 于是他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到市中心的酒吧看棒球赛 这些人虽然精神上有毛病 但是并不傻呀 比利小子提醒麦克 这里是铜墙铁壁根本就出不去 但这麦克非要去尝试一下 虽然他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但麦克告诉朋友们 至少他有尝试的勇气 在第二次投票选举 是否能观看棒球赛的讨论会上 护士长再次作弊 可怕麦克气得不轻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 这里比监狱更可怕更没有人权 护士长比那些一脸凶向的预警更加残忍 鉴于麦克不服从管理 院领导再次把麦克交到了办公室 主治医生认为麦克根本就没有病 四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跟院方都闷子 但其他的领导却并不这么看 说到底还是麦克的演技太出色了 接下来麦克又干了一件更加疯狂的事 在酋长的帮助下 麦克翻出了精神病院的围墙 然后带着一帮病友开车逃离了封语院 半路上麦克还把一位豪放女孩接上了什么 他们来到海边偷了一艘游艇 然后在海上痛痛快快的玩了一天 虽然这种方式治不好精神病 但麦克带给病友的快乐是任何药物也逼不了的 当麦克带着病友们乘船回来的时候 专家们迅速开了一碰头会 有人认为麦克根本就没有病 但有的医生觉得麦克虽然表现得像个正常人 但精神上肯定有问题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 护士长知道麦克没病 但他对麦克又是恨之入骨 为了能继续打击报复麦克 他建议把麦克留在医院里继续治疗 麦克以为自己很快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现在的他宁愿继续回监狱服刑 也不愿在这里接受非人的折磨了 可护工告诉他 他极有可能在这里一直待到老子的那一天 后来麦克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很多病人都是自愿来这里治疗的 而且这些人如果想出院随时都可以 像他这种因为犯罪进入精神病院的 只是极个别的几个人 本来这是一次很普通的理会 但由于护士长的蛮横跋扈 导致一些精神病人开始抓狂了 瞬间演变成了一场骚乱 麦克为了保护自己的病友 最终被护工们给制服了 从而尝到了入院以来第一次的电击指导 虽然这次的电击让麦克遭了不少罪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屈服 晚上趁着医生护士都下班之后 麦克开始了他飞越封人院的计划 他告诉酋长自己实在受不了了 今晚一定要逃出去 问酋长愿不愿意跟自己一起走 酋长似乎对外面没什么可留恋的 他拒绝了麦克的好意 麦克首先趁着护工酱油书不在乎 偷偷给女朋友打了一电话 然后用金钱和美色把酋长愿书给贿赂 要说这二位也真是有缘 几年后在闪铃中他们又成为了朋友 毫无原则的酋长愿书 把两位美女放进来之后 局面一下就失控了 精神病院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娱乐场所 这些压抑了多年的精神病人 终于找到了释放的出口 他们又蹦又跳放飞着自己的心情 把精神病院折腾了个天翻地覆 hyppy完之后 麦克向自己的病友一一道别 准备带着两个女孩离开 可没想到比利小子居然喜欢上了其中一个叫凯蒂的女孩 麦克马上安排两人进了屋了 等喝醉的麦克醒来之后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 医护人员一看屋子里狼藉一片 就知道肯定是麦克带头干 随后护治长发现了还在跟凯蒂一起睡觉的比利小子 他对比利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并扬言要把这件事告诉比利小子的老妈 尽管比利小子不断地哀求 但护治长丝毫不会所动 比利小子本来精神就不正常 经过这么一刺激马上就想不开自杀了 本来麦克此刻还有机会逃走 但比利小子的死彻底激动了他 看着护治长冷酷的样子 他上去就掐住了护治长的脖子 眼瞅着护治长要被掐死 护工上去把麦克给敲晕了 麦克这次的行为彻底把有关部门给惹毛了 作为麦克最好的朋友 酋长晚上见到了被放回来的麦克 但此时的麦克已经被切掉了脑白痴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败持 为了完成麦克的心愿 酋长杀了生不如死的麦克 然后用麦克曾经想用的办法破窗而出 逃离了这个人间的地狱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经吧 原本池水紫一潭 忽而春风起为蓝 剥光饺的星月碎 只留岸边柳叶残 我们下轨把离植请 感谢观看